全战焦点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这一个礼拜之内的三项民调都是位居第三名 那么眼看党内也传出所谓的换猴的声浪 现在初选落败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似乎也开始在暖身 这一连两天是前往到苗栗 还有南投拜会地方的药角 像是在端午节他是现身苗栗了 跟苗栗县长徐耀昌还有中东景等人来吃午餐 另外一方面呢喉下科尚的呼声现在也不小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最近也是大打空战 跟网红合体要锁定年轻选票 被问到会不会独立参选 郭董只笑笑不多说 端午节这天现身苗栗 十一店先和前任现任苗栗县长徐耀昌 中东景等人参选 郭台铭前一天还到南投拜会议长 隔一天又前往苗栗竹南 和泛兰县长议长地方要脚互动热络 中午在苗栗还要参与中港慈欲公妈祖绕境 难道是为国民党总统被提名人侯友宜 民调疲弱正悄悄暖身引发联想 另一方面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跟网红合体打空战 跳舞大拍策略可是步步到位 抓准来一部分人士 抛球叛猴 攻向球 传出民进党舆情攻防 也把炮火从猴转向科 2016年柯文哲台北市长任内 接受台大一讯访问中 曾指出中国一直要他选总统 这一段访问再度被翻出 民进党政府选举的时候就开始大撒逼 然后开始抹黑抹红 柯主席在当时是因为有前面上一个月 才举办过这个双城论坛 所以在这个访谈当中 应该是有讨论到了相关的议题 传出也有绿营人士表示 对付柯阵营大炮还没搬出来 似乎也在观望侯友宜因素 签动板块位移 该将准心瞄准哪里 华氏新闻战圈陈建达台北苗栗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